行車錄影 後面的車遠遠就看到 前面車陣中有人揮拳打架 綠燈亮了 往前行駛 發現是一名機車騎士 跟休旅車的駕駛 雙方在扭打 機車也橫倒在馬路中央 少年騎在休旅車的車邊 加速沒辦法來 兩個在那邊沒燈沒燈 就已經抱在一起了 我看到的時候是這樣子 抱在一起 雙方火氣這麼大 打到綠燈亮了還繼續扭 旁邊的民眾擔心出事 趕緊報警 警方道場發現是休旅車要右轉 提前切進了慢車道 路邊剛好也有停車 後面的機車騎士 認為是對方並排停車 雙方爆發口角 還越吵越激烈 兩個人都按捺不住火氣 最後扭打了起來 停燈紅燈的時候誤會 機車以為他並排停車 所以對他嗆嗆 所以才扭打成傷 我們把他帶回報索來做調解 行車糾紛當下 機車跟休旅車打 擋住了一半車道 後面的人車看熱鬧 還一度小小塞車 雙方搞清楚誤會之後 私下和解了 警方也提醒 遇上行車糾紛 擔心對方有攻擊傾向 當下先鎖門 然後報警再錄影搜證 盡待遠景到場處理 還是最安全的自保之道 記者蔡小康 韓志欣 台中報導 中天電視 全新製作強擋大戲 美好攔帶